其實呢台灣現在的這個Anti-aging的Train呢 是比較全面性的 包含這個知性與感性喔 知性的層面呢包含就是使用護膚品 這個醫學美容方面 像使用護膚品上呢台灣的女性呢 特別著重於除了防曬之外呢 要挑選抗皺紋的精華液喔 因為他們覺得抗皺精華液呢 是最具有抗皺的這個價值的產品 那除此之外呢 也特別著重在局部的護理商討 比如說像眼部啊頸部啊 這些方面的這個紋路啊 也都會挑選局部特定的商品 來達到抗皺的效果 那除此之外 另外呢在醫學美容的部分 他們比較願意去嘗試的一些療程 包含了肉毒感菌素的注射 來改善一些動態性的皺紋 以及呢 玻尿酸的注射 來改善一些這個細緻的這個 凹陷的紋路喔 那除了這個注射之外呢 另外還有所謂的雷射的方法 那現在台灣比較流行的雷射 包含有近膚雷射 飛縮雷射 以及脈衝光 這一些呢 或多或少都可以達到一些 肌膚的這個年輕的改善的程度喔 那醫學美容 這是屬於知性的部分 我們剛才提到的這些 那感性的部分呢 是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女性呢壓力非常的大 特別是在台灣的女性呢 集中在都會的區域 所以呢 他們通常會在利用假期 或是下班的時候呢 特別到所謂的這個 SPA水療中心 來做一些舒壓的這個護理 那除了這個SPA之外呢 他們也會去嘗試一些像 Yoga 瑜伽的這個活動 那瑜伽呢 它也是不只鍛鍊我們的身體啊 它是屬於一種身心靈方面 都可以達到抗衰老的目的 那最後呢 最不一樣的就是說 呃 其實台灣的女性呢 她保有一些 呃 傳統的這個 東方文化的這個思維喔 所以說呢 在食療上頭呢 他們也是非常強調的 比如說呢 在台灣的小吃攤呢 到處可以見到一些像 四五湯 像當歸鴨 像這個藥燉排骨 甚至是麻油雞 這一類的東令進補的這個食物 很輕易的就可以在一些小食店 或是在一些這個大排檔可以買得到 那另外呢 在呃 夏天來的時候呢 他們也願意嘗試一些量補的東西 那這也可以在一些 這個冰品店呢 可以買得到像這個 白木耳 蓮子湯啊 等等的 那除此之外呢 他們也願意接受現在最新的流行的一些趨勢 像呃 比如說 膠原蛋白 這個喝的膠原蛋白 以及呢 這個喝的這種抗氧化的 美果精華 這些呢 通常都可以在一些很方便 不只是百貨公司啦 甚至像7-11這種 呃 便利商店的通路 也都可以輕易的取得 所以呢 我只能說 台灣女性呢 針對抗衰老的方面 目前呢 算是非常的齊全 接下來我要教大家一個就是 你每天都可以去進行的 不管早上或晚上 一天兩次 你持續做下來 你就會發現呢 每天呢 大概都可以年輕3到5歲哦 這怎麼做呢 重點是黃金十點先把它記下來 這黃金十點呢 就是我們把我們臉部切一半 一邊有五個點 這五個點呢 都跟我們的老化息息相關 首先呢第一個點呢 是在我們的眉峰的位置 這個地方如果鬆垂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眼皮呢 就會往下掉 你的眼睛就越變越小 那第二個位置呢 是在我們的眼尾的位置 這個位置呢 容易產生的是這個鬆垂 以及魚尾紋的問題 第三個位置呢 是在這裡 這裡呢 是臉頰的部位哦 那有一個顴骨突出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容易產生什麼呢 凹陷 或者是產生這種鬆垂的這種 類似眼袋的紋路出現 然後第四個部位呢 是在我們的這個地方 有所謂的法令紋 我們在我們法令紋的中間 這個點 也記住 如果我們過去加強 這個點的按摩呢 它也可以幫助我們皮膚 看起來更年輕 最後一個點呢 就是在我們嘴角的位置 當然到了一定的年紀呢 你仔細看 這邊會鬆鬆垂垂垂 垂出一塊肉來 甚至會產生這個 所謂的這個指紋 那所以說呢 在這五個點記得了嗎 在眉峰一點 眼尾 然後在臉頰 還有髮 以及髮令紋中間 最後就是賊腳的部位 那按摩的方式呢 很簡單 首先選擇一款呢 你自己常用的這個面霜 或者是乳液 最好這個面霜乳液呢 同時有抗氧化跟緊緻的功能 有拉提的功能 然後塗抹上去之後呢 接下來就可以 從事這樣的一個按摩法 非常的簡單喔 你記得 只要針對這個點呢 開始由內往外 由下往上的方式做 那一個點呢 做三到五次就可以了 然後第二個點呢 也是這樣子 三到五下 那一邊做一次 等到整個這一邊做完 再做另外一個方向 比如說臉頰的地方 我們從這個地方開始 一下 兩下 三下 然後再來呢 法令紋的中間呢 我們是一下 兩下 三下 最後呢 是這個位置呢 也是往外 往上坡 三到五下 就整個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做這一邊 那做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 整個臉型呢 都變得更立體 而且呢 好像呢 皮膚呢 剎那間 就好像睡飽了 八小時那種 有活力的感受喔 試試看 跟大家推薦一下老牛自己非常喜歡的這個 這個 Shiseido Benefiance 然後 Rinkle Resist 24的 Night Cream 那這款Night Cream呢 其實呢 在現在這個季節 天氣冷的時候用 非常的好用喔 第一點 它的保濕效果非常好 然後再來呢 它非常容易吸收 分子很細緻 所以不會讓你的皮膚覺得油膩膩喔 油光滿布的感覺 然後再來呢 如果說你在使用的時候呢 搭配一些按摩的技巧呢 更能夠發揮它的效果喔 那現在我教大家呢 怎麼樣 正確地使用這瓶碗霜喔 首先呢 我們取出這個碗霜的這個份量呢 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量 就是每天使用的固定的量 晚上的時候 差不多是這樣的量 這樣使用的時候 怎麼樣才能讓它發揮最大的效益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天氣冷嘛 所以我們要先把它輕微的搓揉 讓它借我們手指的溫度喔 然後把它加溫加溫加溫 加溫完了之後呢 差不多好了之後呢 我們平均的用拍打的方式 這樣子的方式 拍打在我們的臉部皮膚 全部拍打完 甚至是脖子我們也可以拍 拍完之後呢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雙手搓熱 搓熱之後呢 會產生一個紅外線的效果 也就是呢 更能夠促進這個 碗霜的吸收 然後我們輕輕地 由內往外擦 邊擦的時候呢 建議大家 邊做深呼吸 因為這一款Night Cream呢 它本身有很好的一種香味 這個植物的香味 是一種蘭花的香味 會讓你同時覺得心情會放鬆 有這樣舒緩的效果 所以每天呢 都這樣配合使用這一款Night Cream 我相信你的皮膚一定 在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會覺得皮膚非常地有光澤 非常地有活力